第二十五章 前有我出 有些鬼鬼祟祟地溜进自己的房间,萧妍快速地关上房门,然后飞快地窜进房间的角落,最后从怀中掏出一大堆的药草以及几颗魔精,小心翼翼地摆进柜子之中。 身秀了秀满手的药材气味,黑黑笑着松了一口气。 为了能够潜心修炼,此次萧妍足足购买了八个月的药材料,看这模样,她今年剩下的日子是打算在苦修中度过了。 亲密地拍了拍柜子,萧妍嘴角一咧,慵懒地行到床榻边,一头软了下去。 大半天的奔波可着实让她有些疲惫了。 炎儿,在吗? 有些迷糊间,敲门声突然传了进来。 睁了睁,迷糊的眼睛,萧妍赶忙跳下床,然后打开房门,望着站在门外的萧站,挠了挠头,善笑着问道。 父亲,有事吗?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 你这小家伙可躲了我两个月了。 硕大的手掌,心密地揉了揉萧妍的脑袋,萧妍笑赤道。 望着萧妍那温纯的笑容,萧妍心头有些感动,抽了下有些发酸的鼻子,却是不知说些什么。 还在为哪事自责呢? 他干不上我儿子,是他的损失,有什么好伤心的? 大男人道,何必做这副小女人的姿态? 我知道我萧战的儿子绝不是废物。 萧战豪迈的道。 笑了笑,萧妍轻声道。 父亲,三年后,炎尔会亲自去云兰宗。 萧战的笑容略微收敛,眼睛紧盯着萧妍,有些迟疑地道。 父亲倒没什么,你真打算去? 父亲不是说你比不上那蓝阴人,可云兰宗的势力。 萧妍微微一笑,点了点头,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有些倔强的线条。 父亲,有些事躲不了,是男人就得承担。 对于萧妍的执着,萧战欣慰地笑了笑,轻叹了一声,玄机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哈哈,这性子倒是和我很像,两位哥哥知道你能这么想,恐怕也很高兴。 好,父亲就等着我儿子给我转脸的时候,我让纳兰宵那老混蛋,哪天带着聘礼,借我收回当初的那纸修书。 萧妍点头,失笑。 从怀中掏出一只萧妍极为熟悉的白玉瓶,萧战将之递了过来。 望着这转了几圈,又回到自己手上的铸鸡灵业,萧妍心头有些哭笑不得,不过她的面上却是保持着疑惑的表情。 父亲,这是…… 铸鸡灵业,能够加快斗鸡的修炼速度,今天刚拍到了。 萧战咧嘴笑道,一定费了不少钱吧。 接过白玉瓶,萧妍心头有着暖流淌过。 四万金币,不过只要对你有用,也算是物超所值了。 萧战不在意地笑道,您花四万金币给我买了铸鸡灵业,大招老他们恐怕又得借此事生事了吧。 萧妍苦笑道, 去,我才是这一族之党,他们也顶多动动嘴皮子罢了。 萧战冷哼道, 父亲,谢谢您了,一年后的成人仪式上,我会让他们填造的嘴全部闭上。 萧妍抿了抿嘴,轻笑道。 好,我等着我儿子再次蜕变的那一刻。 虽然不知道萧妍哪里来的信心,不过萧战对自己儿子这副信心十足的模样,倒是极为欣喜,当下大笑道。 好了,也不妨碍你休息了,有事就来找父亲,自家人有什么好丢脸的? 摆了摆手,萧战转身便是大踏步的对着前院行去。 妈的,还得去应付那几个老不死的,不就是花了四万金币吗? 一个个急得跟吃了你们棺材本一样。 隐隐约约的,萧战的嘀咕骂声在黑暗中飘飘喘出。 望着消失在黑暗中的萧战,萧妍摸了摸鼻子,微笑着低声道。 放心吧,父亲,我会用现实让那些家伙捉嘴的,三年前我能让他们仰望,三年后我依然能。 屹立在门口半想后,萧妍收好手中的白鱼瓶,斜憋着墙角处,戏虐道。 你咋,偷听人说话很好玩吗? 香妍哥哥,感觉很敏锐嘛。 墙小处,子群少女偏偏闪出,飞偏着小脑袋,美丽的小脸之上笑意吟吟。 望着一脸俏皮的少女,萧妍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香妍哥哥,下午去哪儿了? 脸不轻移,虚而走上前来,笑问道。 随便出去逛了逛。 是吗? 秋水眸子上下大量,薰儿突然上前一步,微微弯着身子,翘鼻轻皱了皱。 有女人的香味哦。 别闹,哪有什么女人味道? 稚嫩的脸庞,微微一红,好在天黑,少女也是看不太清,似乎挺喜欢萧妍的窘境,薰儿一阵银铃般的娇笑。 欠客后,至住了笑声,略微沉默,柔声道。 刚才萧叔叔的话,我也听见了。 我相信萧妍哥哥。 嗯,如果日后要上云兰宗,薰儿可以帮忙哦? 文言,萧妍眨了眨眼睛,双眼紧紧地盯着少女俏美的小脸。 在萧妍这毫不收敛的目光下,薰儿轻哑的小脸,缓缓地扶上一抹娇羞的驼红,低声称怪道。 萧妍哥哥,你看什么呢? 啊,薰儿也会脸红,真是少见。 片刻后,萧妍突然笑道。 薰儿白了萧妍一眼,心头嘟囔道。 也就你会听着人家这么看。 好了好了,对萧妍哥哥有点信心嘛。 云兰宗虽然强大,可我还年轻,有的是时间。 那云运能浇灌出那兰燕燃那种女人,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萧妍笑着揉了揉少女的青丝,笑道。 好了,天晚了,回去休息吧。 望着挥手的萧妍,薰儿无奈地摇了摇头,只得点头,然后在她的目送中,缓缓行进了黑暗。 转过一处走廊,逢金钟突然传来萧妍和几位长老的争吵声,而争吵的目的正好是那四万金币的去处。 脚步一顿,薰儿浅浅地柳眉微皱,轻叹了一口气。 修长的玉纸一夹,一张紫金卡出现在纸间。 纸间在紫金卡之上轻轻一弹,金卡化为一抹金光射进了争吵不休的房间之中。 随意地瞥了一眼突然安静下来的房间,薰儿淡淡地道,那猪鸡灵也的钱当是我出的吧,卡中有十万金币,几位长老不必为难萧叔叔。 房间之中一片寂静,片刻后方才传出三位长老苦笑的硬和声。